那但是大家还是对于亮哥讲的比较有兴趣 亮哥你说要留点口德对不对 大家对你那个口德超有兴趣 我私下告诉你 我们要来拍个Vlog 这个一定要会员付费才能收看 亮哥我问一下这支影片现在流量多少 我觉得这个充百万的潜力 没有啦 三分多钟三十几万吧 已经三十几万了 这跟秀芳的片怎么比 哎呦哪有啊 现在多少三十二万 对他们的客人你看你看 我们这个烙碗播播完大概要充四十万了 好来大家帮忙充一下 也谢谢这个录音帮忙来这个带流量 真相大白好不好 如果再贴的话没关系 我们就让亮哥不要留口德了 好不好 期待亮哥不要留口德 好那接下来亮哥就是当事人 当事亮 好这个大家知道亮哥到了大陆去 你去看了什么BRD啊等等 大江 对看了大江 这个先呼唤一下好不好 大家这个郭正亮频道要记得点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还有这个影片特别是跟三妹的这支 我跟你讲保证好看 大家一起充流量充百万好不好 也谢谢绿莹来支持充百万 然后跟这个三妹就拍了这个Vlog 真的三妹很漂亮啊 唱歌又好听对不对 去年来我们中间一群朋友也跟他去唱过 对然后亮哥更是流量王啊 所以立刻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你看看最浪漫的夜晚 不是啊 格子啦 我跟你讲这些人真的不上镜 他们全部用我的自己贴的影片 在那边看图说故事你知道吗 怎么有人堕落到这种程度 那因为你看每一个截图 因为歌词有没有唱着你的歌 跟我爱的人 我跟你讲他懒到连亮哥行脚 四个字都没删 这就我的影片啊 就是嘛 你看他懒多到什么程度 那个左上角就是亮哥行脚 这我自己的贴上去 被抓到了抓到了对不对 抓到的鬼啊我自己贴的 对我跟你讲 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三妹是成都人嘛 然后她很孝顺 她每年都会回成都一个多月 那她老公她老公是台湾人 他们在纽西兰结婚 台湾媳妇 已经结婚三年了 那她老公都会陪她一起回去 就是陪她女儿一起孝顺 那因为她老公刚好也要到深圳开会 那我就知道三位人在成都嘛 我就说那我这是要来拍个Vlog 你要不要来啊 那我们一群人大概有六个人 有六个人 她老公从楼到尾都在现场啊 我们两个在唱歌的时候 她在下面 看着我们两个唱歌 因为她人比较内向低调 所以没有露脸这样 然后我们两个在 走路拍Vlog的时候 她老公还帮我背背包 从头到尾都在旁边啊 那人家不愿意入境嘛 所以我们尊重她 对不对 那个就这样而已 而且她来的时间也蛮短的 那就是早上十点飞来我们那儿 然后Vlog拍两个小时 我们就请她吃饭 对 那那个吃饭的地方 隔壁刚好有一个唱歌的地方 那也只唱了20分钟就结束了 她就飞回去成都了 就这样而已啊 对就这样 而且还是亮哥自己拍的 我自己贴的啊 那你看到这个 孙伟茫怎么说呢 孙伟茫也是爆料东山的 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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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前是联合报的记者 就是有些人 要像绿营啊 反中阵营 效忠 可是你也要认真一点 你拿我贴的Vlog 在那边自己随便说故事啊 简直胡说八道 我的背后哪里有五星期啊 哪里啊 你什么时候看到了 对 我们什么时候背后有过五星期啊 不知所云 所以我就真的不知道 她在说什么了 那SUMMY的节目当然有 她上节目也做一阵子 对 是啊 那个很多人都她都访问过了 我们每个礼拜的固定节目 我每个礼拜二啊 就今天 介大使也上过三妹的节目 她后来固定每个礼拜 因为介大使也忙 她后来是固定 蔡正元跟赖月谦还有我 一个礼拜做三集啊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 而且我跟她老公也很熟 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要不要来拍个Vlog 那她老公不想入境嘛 就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吴子佳董事长提告了 要提告什么呢 来吴子佳发表的声明 来导播把那个丢出来 给我看一下啊 我们跟观众说一下 诶 有节吧 对啊 好 就是关于嘛 这个自由时报所说的 有没有 什么资深媒体人啊 这个有资深媒体人 像自由时报爆料 什么这个新华社的 驻台记者赵博 高度参与了台湾某家电视台 就东森嘛 东森任了嘛 直接在录影棚盯烧 后来你不是有听到这个梁文杰 接受访问时胡说八道吗 找不到爆料者 但认为还是应该是有证据 等等等 好 那吴子佳 基于国民维护中华民国主权之必要 委托了律师 提出了告发 好 告发人吴子佳 被告赵博 被告赵博 这个操作也很特别 非常的特别 那被告涉嫌内乱等案件 依法提发了这个告诉 现在就是逼啊 陆委会你证据拿出来啊 你不是第一时间证实吗 那亮文杰 接受访问的时候 还说有没有 找不到爆料人 然后赵博又已经离境了 就没有办法 大家都在说啊 民进党不是 不是有很多人 什么两个月前就知道了吗 还有那个资深媒体人 你去问自由时报啊 亮哥怎么看 吴子佳这一招 因为直觉上 东森提告的对象 应该是自由时报 文化部跟陆委会 可是东森高层 可能另有考虑 那个民不与官斗嘛 而且这个斗起来 搞不好是斗到国安单位 你受得了吗 所以 我们就看到刘宝杰 跟东森并没有提告 好像一副就是 那个惹事的自由时报 国安单位也算 就算了算了算了 那吴子佳就不服骂 因为吴子佳 事长也在他的直播公开讲 他认为刘宝杰或东森没有提告 是不对的 这样查明真相 那可是因为刘宝杰 那个吴子佳不是当事人啊 所以他就把名义拉高了拉高 维护台湾的主权安全等等拉高到这里 那对赵博进行缺席审判 那他就可以要求这些人出庭 要求自由时报出庭 要求文化部陆委会来出庭 你看他要传唤证人 包括侯家瑜有没有 就自由时报的记者 是啊 所以重点就是 事实上吴子佳跟刘宝杰是好朋友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你们东森 刘宝杰你怎么吞得下去 要提告吧 这些人那么过分 而且文化部跟陆委会在第一时间 在立法院背询说 却有此事 我们要做行政调查 你这种回答多伤人 那个自由时报那个报导是 人事实地物都没有 连赵博有没有进东森 人家找遍了监控器跟影带也找不到 然后所有的来宾说 没见过这个人 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东森 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报导显得跟真的一样 对不对 所以显然 显然就是 借刘宝杰的头来用一用 借东森的头来用一用 因为坦白讲 中天他也用久了就不用了 因为中天本来就对民进党 没什么好感 可是东森 东森就有点下马威的味道嘛 就说你总统大姐这么支持侯友仪 现在选举结束了 搞清楚啊 是我在执政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选的啦 为什么是扯到东森 那这个东森当然就是名不与官斗嘛 就接下来你还要跟政府相处了 所以就决定有点息事凌人啊 让保洁发泄一顿之后 就没有要做司法的动作 但这个事情啊 就算东森吞得下去 保洁吞得下去 很多人吞不下去嘛 因为写的跟真的一样 那时候轻描淡写 所以亮哥你觉得呢 所以吴子佳非常聪明 因为他知道这个用记者会 用政论节目不够 要留下司法的证据 所以呢他就提告 然后呢让赵伯 新华社列为缺席审判的对象 知道赵伯根本不可能出庭嘛 可是这个刑事案要进行啊 那进行的时候 那个相关人你都给我出庭 对 就是这样啊 对 自由时报你要讲出来啊 你要出庭啊 报料的资深媒体人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吴子佳主要就是认为 这件事情 应该到司法上要留下记录了 对 不然他觉得太过分了啦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媒体 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 留下司法记录嘛 你觉得呢 民进党会惊慌吗 梁文杰会惊慌吗 沈博洋会惊慌吗 自由时报会惊慌吗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传讯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传讯 那个文化部跟这个陆委会啦 我们还不知道啦 这个就看吴子佳 我以为吴子佳是那个 台湾第一诉讼专家嘛 这个 所以就看他到时候的那个 这个司法的策略啦 就这样 哇 真是一个大高招 对 这个司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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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司法的策略 这就是这个司法的策略